兄弟们不要找阿坤了 阿坤来了 坐船过来的 在这个地方主要的交通工具出行方式 基本上就是靠这个船 大包小包的贴着两大包 你自己提啊 我那个国外服务 就我带那个给我而已 去拿呀 你去拿呀 我给你提箱子吧 回去玩开心了 我怎么没玩 有事真的是太开心了吗 今天忙完是差点 我们就今天就来不及了 他们都说来跑到那里 差不多超过了5分钟 然后我在那里我表弟来说 还有呢 还有他们就掉头回来了 又回来接你了 嗯 是啊 嗯 你可真厉害 走吧 今天阿坤来了 翻译室友了 但是昨天那个第一名 那个叫仙样 没来 没来 来领奖都不来 50万啊 对他们来说是很多的 但是今天没来 现在都三点多了 我说了一点钟过来 但现在三点多都没来了 没来的话就没办法了 只能当他自动放弃 这个奖励 没办法了 大革命 也不知道他 晚上还过不过来 然后呢 最近这两天 可能这一两天 我就想回蓬蓬那边去了 也不知道他们这里有几个 愿意跟我去那边的 现在现在也不知道 不确定 等一会儿让他们去问一下 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那边 如果有人愿意去那边的话 我就带过去 如果不去的话 就看以后吧 看缘分 如果他们愿意去的话呢 我也可以去先给他父母 给个几百万 五百万 一个人 如果不愿意去 也就没办法了 这五百万只是给他父母的 不刻他工资 工资照算 因为有的人 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有的人他可能没那么想赚钱 我不知道 或者说家里面 或者说舍不得家人 或者说 因为他们说了 想去帮父母 种粮食 去山里干活 我也不知道咋想的 有这么好的机会 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话 抓住机会就 但有可能是 还没有那个赚钱的欲望吧 期待今天等他们来了 那我们谈一下啊 谈一下看怎么说 期待吧 有这么好的 是 为了 温暴 地 感谢观看